另外带您看到新城乡公所清洁队办理职业安全卫生教育训练 邀请消防局北浦分队的简子杰教官担任讲师 针对AED急救器材演练、CPR实物操作以及灭火器操作等演练 讲习课程及分享 清洁队长张玉耀表示 项长和立台非常重视同仁们职业安全折程办理清洁队职业安全卫生教育训练 特别邀请华林医生消防局第一大队北浦消防分队简子杰教官进行讲习课程 课程当中学习到如何正确避免火灾发生、火灾或是地震发生的时候正确的逃生方式、灭火器的食物等等 新城乡公所清洁队今天办理这个讲习的主题是职业安全卫生教育训练 课程内容为AED的训练器材、演练及CPR的实务操作 还有灭火器的相关操作等演练的课程及分享 清洁队的工作性质属于比较高风险、具教有危险性质的工作 因为勤务的需要,特别邀请我们花莲县消防局第一大队北浦消防分队简子杰教官来进行讲习课程 那训练同仁对这个我们的急救尝试更有深刻的印象及了解 降低清洁人员或者公所同仁职业伤害的几率降到最低 那乡长也特别注重我们这个遇到04、03地震过后 同时藉由这个机会来提升公所同仁相关急救的消防灾害应变处理的能力 正在合体表示清洁队的工作性质属于较高的风险 较具有危险性质工作 因勤务的训练需要则成清洁队长规划办理持用且宝贵的课程 特别训练同仁们对急救尝试更有深刻的印象及了解 感谢消防及协助的指导 让清洁人员或是同仁们将职业伤害几率降到最低 尤其刚好遇到04、03地震灾之后 借此机会来提升公所同仁们相关急救以及消防灾害应变处理的能力 记者金红义新陈相报道